大家好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今天十一言堂的YouTube Channel 我們十一的說話的足球節目,每一次都會跟大家講的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話,就like,share,subscribe,comment等等 希望我們多些人看,因為我覺得收穫人數比較少 當然有網友都鼓勵我,也算不差的 當然是我自己比較大想頭少少,但我希望每個星期都可以做好節目給你們 我承諾是會做到亞洲杯之後的,再之後看看我們的節目怎麼樣 這個星期其實都比較靜的,因為要踢的香港隊比賽都踢完了 要打的亞洲賽也要多等一兩個星期,節制方面 東方也要9月,而我們的本地聯賽其實應該就已經是內部已經有消息了 應該是8月尾就會開羅的,但可能也要等到結席回來 等到時他們會不會那個防疫的條例,有變適公開的 schedule 我估計,那麼今個星期呢,我們就講一些比較輕鬆一點的話題 我又想講一下港超聯,香港足球其實很多人都會來來去去去 有些人會回來,有些人就會回到自己的地方 今次我就想講一下幾個香港足球從業園的故事 第一個方面呢,這個我就覺得其實就比較好笑的 看到一張圖了,艾華盜,為藍鳥付出所有的 這張照片就是上個月,是不是上個月 應該是上個月了吧,還是六月 不太記得了,加盟的時候,加盟的時候就跟米基爾 一起在結席石門的中心就加盟了,因為艾華盜 大家都記得呢,他就六年了,來了香港 正所謂就快可以入籍了,他一開始來的時候 大家回憶一下那些故人,一開始就踢飛馬 踢大埔,之後就東方 大埔那年其實我覺得都OK的,大家就會說他的防守能力等等 我覺得他的制空能力,以及一些國球的作風都做得不錯 最重要是你外援就差而已,但如果到其時成為一個 本地球員的話就不一樣了,為什麼我會說他呢 因為他最後好像是完成不了體測 不是, sorry,結席的官方網頁就是說 他是因為家裡的原因,加盟,所以解約的 但是有很多傳聞,就是說他這個看測過不了 有些人就說他的腳是過不了,有些人就是說他的心臟有問題 我很想跟大家討論一下,最主要是說 如果外國,大家很熟外國足球的話呢 基本上簽約之前一定會做好看測,查好所有事情的 大家都見過很多球員是過不了看測,而不能夠加盟 那香港為什麼會完成了算會程序之後,才說他不可以踢 大家對這件事有沒有一些意見呢? 因為有可能是之前我們,我們香港球會一向都少看測 是啊 以前這個外援呢,很多外援來了之後才發覺他又傷又成 才踢不到,才跟他解約的嘛 那這次有可能阿華都因為一直都在香港 那我猜潔志那方面都覺得他上季還好地地 那應該又不聽他有什麼大傷,以為沒事 以為沒事了,因為之前已經簽了下來的嘛 他不是剛剛才簽約的嘛,因為一直有跟操,就跟潔志操的嘛 有可能他又覺得沒什麼問題,就簽了那份約先 誰知道他要看測,就不知道身體哪方面出了問題 就要跟他解約了,那是可惜的阿華都 因為,嘩,差一點點,七年,可以代表香港 雖然我們香港隊好像很多中堅一樣 但是其實,始終沒有一個可以在中堅那位比較鎮定些 冷靜一點,身體得素鎮定一點,可以有些大腦感覺的 大波級的球員在那裡 那阿華都應該是做到這件事的 不過是可惜一點,這樣就要 就是這樣說,我會覺得有這個看測的那個看檢制度其實是好事來的 所以,之前還是後,就看看現在大家怎麼想 老實說,香港的足球大家的水平都知道是球王片為主的 那你簽完約才有看測的,還是看測完才簽約的 這些可能現在都還不知道大家怎麼搞的 那我想是杰志這麼有設備才有看測的 你其他會留的 是的,難道… 不知道你發生什麼事 踢完才發現有問題,出事又不好 我講一點外國的笑料 剛剛有個法國的球星就是這樣 明明free agent 簽了 然後才告訴你,簽完之後 現在又說腳出了事 又說要去哪裏醫,那裏醫 去回美國,去法國醫 那個球星 你的Fan普巴 祖雲達斯就投訴萬輪搞他 但是我又老實說 那你來簽的時候,為什麼不知道他看測的時候有問題 就是這樣東西就是好像正正現在這個問題 就是說阿華都… 那是全民的 那後境是不是真的看檢有問題 還是家裏有事 那這樣東西 就是還說紛云 那我就覺得純粹大家揣測之下 我們又揣測一下 那這些情況下 那是不是那個制度上 是不是又要變一變呢 就是可能大家很少有這樣的機會 聽到這些消息在香港 那倒轉,有這件事發生了 那之後是不是真的 絕重各位球員 就是不是只是外地球員 又或者什麼歸化各樣東西 但是其實本地球員 是不是都要著重這個體檢的制度呢 因為老實說 球員的生命或者生涯 都是其中一個大家關顧的東西 不是純粹說 我要簽你 簽完你 我才會提供這些服務給你 是不是真的 足種啊 或者在球會上 是不是都要有這些類似制度的鞏固 要保障足球從業員的一些福利 或者生涯呢 這件事情大家要注意 其實我覺得你說家庭理由 一定是不可能的了 說真的你去到六年 你只剩一年 你可以申請入籍 你入籍之後 現在是33、34而已 至少可以踢到四、五年 是吧 便宜一點踢柔德 在這裏 教一下球 好像其他外援那樣 教練班 大把錢穩 你回到巴西就不能踢球了 你回到巴西就做其他行業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有些人又說 其實他當年在大埔的時候已經不行了 但是因為和堅堅朋友 去東方龍師 去東方龍師 那麼他也有下場 又不是完全沒有下場 可能又不是很長期 十場十場正選那些 搞不搞傷患那些 我又沒想到去到這樣 譬如你看到圖這張照片 他練球沒事的 大隻隻的 又沒有肥又沒有什麼 你怎知道他腳有問題 還是他的心有事 這些真的不知道 但是也挺可惜的 也是那句 你外援可能質素差一點 你如果本地球就很厲害了 始終你之後廣超是五加一 你去踢亞洲賽 你出到五個外援的 那你一定是前 東前場擺了外援的 你後防一定是擺本土球員的 龍門以中堅 左右閘這些 一定是有得出的 對 你不休做的 所以是非常之可惜的 我覺得對於他這個個案來講 對傑智來講 都可惜的 少一個入籍兵 是啊 但是在這個時間 因為他現在在傑智在南韓 踢熱身賽 他是可以放 加上入籍兵 加上外援 他是放八至九個的 是啊 因為 外國人面孔 大家要看一看 因為謝家強就來了一隊 中堅方面 他其實真的不是很救人的 博智瑩又來了一隊 所以就 亦都其他 可能被人被傷 有一段時間會是這樣 所以簽了一個中堅 那現在就變成了那個 周元德 是不是叫周元德 是的 是的 我不太熟悉他 我不太熟悉他 因為聽說也是U23成員來的 也是在台灣那邊出道的 那這輪都會開始有上陣的 那到期時會是怎樣呢 那會不會不行的時間 但是都是找回羅拔道 打回中堅 那到時再看看 那除了周元德之外 另外一個回家的故事 就是艾華道回家回巴西 正常回家 但是這個貝蘭道 他真的回家了 就是為什麼值得說一下 就是大家 我們要數回 首先 貝蘭道 一來的時候就是公民 公民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去了YFC奧迪 哇 這傢伙挺厲害的 那幾年 說真的 五季左右 就真的 成為一線 簡直是變了一陣子 一陣子 一陣子 他全部持續了 但是呢 去到最後 又是說 臨有機會入籍的時間 又跟潔志鬧翻了 亦都是 可能是薪酬 因為大家都知道 潔志可能那邊的薪酬 一向不是這麼多 那最後就以高價 應該都十萬以上 我想走不了 我猜的 應該就是 過了去東方龍師 也都入籍了 之後 入了香港隊 但是這兩年呢 就真的沒什麼 怎麼停 相多過停 就算你看到他下場 速度已經沒有了 是不是 個人技術 都還會有的 但是他沒有了他本身的速度上去 就變相那個威脅性 就不是很大 那麼大家都知道 他會離開這個東方 那麼有些傳媒 文匯報 又說 應該不會去潔志 因為他跟潔志 是不太好 誰知道 他試腳 還試腳成功了 那麼 大家有些什麼評論呢 對於這一宗傳媒 沒有的 那這些都是人工問題而已 有能費難度 嘩 東方又給不到那個薪酬給他 那麼他 他就逼著走 但是 他又入了籍 如果他 那 你知道的 現在大陸那邊 薪酬又不是很高的 那都要逼著留在香港的 那 有可能 他跟潔志 說真的 潔志開粗的時候 都說還沒結束的 是啊 那時候 那時候 就是 就是爭論那條數 那費難度 有人想一想 說都是不行的 減 減 減些人工 就是 免得沒有球 亞洲杯 是啊 沒有球 就進不了香港隊 是 因為保險問題 他又去了 踢東亞杯 對不對 就是 只差那兩個禮拜 只差那兩個禮拜 很少 如果他一早跟潔志 談到 那條數 他就可以跟去 東亞杯 踢的 就是談不到 那條數 只差那兩個禮拜 對不對 我猜他真的減很多人工 我猜他真的 這些 以他的表現 我想真的兩三萬而已 還要你求人 兩三萬 這麼嚴重 你現在 你現在 起碼減一半 你說真的 你給五萬 你會不會簽他 我不會 我真的不會 五萬簽一個 你知不知道 踢不踢到 就是 蘇沙的例子 他現在是 是啊 蘇沙又是生了兩年 原來在潔志 都沒有什麼踢球 就是 你要知道 就是他 他的人工 就是你 你 像Roy說的 如果你真是五筆 老實說 在這個範圍 或者在這兩年的表現 其實老實說 不需要去簽他 說真的 就是 但是 如果他再再 在香港隊來講 其實他有一定的作用在這裡 就是說 沒有了速度 但是他的經驗 或者是 在那個 表現上 沒有傷 沒有病的情況下 我想 他都有六成的話 我想 相信 香港還有少少 擺到位置的 一個人 但是 在潔志上 當是後備 你說兩三萬 或者三四萬 買個後備 回來 我覺得都重情有可原 不過 不算樂觀 老實說 我想 他也是擺在後備 直背 穩陣一點 你不會擺他做主力 現在 阿法蘭道 因為最近 我看東方 打阿協杯 他已經 左邊都給了馬希韋 踢的 他也叫做一個 他又不是進攻中場 那些 墮後營 泰波 那些中場 其實都不是很突出的 就是他那個技術特點 用在那裡 那個 不顯著 就是他放球 又不是特別漂亮 他又不是可以做一些很漂亮的直線 長傳 那些 你叫他中間做突破嗎 他又真的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就覺得很奇怪 當然 主要來說就是因為 去到阿冠杯的比賽 巴爾拿停賽 現在雖然 簽了兩個球員回來 但是 也有一個外援 就是外援 就是外援 頂著就會好一點的 因為始終 如果你本身正選 有阿明家 有阿羅子 還有阿佳佳 你加多一個費顏 做後備 做一個變咒 特別在淘汰賽上面 都是比較有用的 我覺得 都說一下傑子 這個 說一下傑子 這個祖軍 大家 有些人會罵的 就說 傑子好像不太積極 難得打到阿冠十六強的比賽 那首先 第一個原因就是經濟環境 其實他也有二千個出來 都算是這樣的 因為他二千個來講 他應該不包他馬虎那些費用 這個預算只是給他足球隊 其實都不算太差 有些球員會是減薪 有些球員離隊 你說增兵的問題 其實都是一場阿冠杯 對著馬吞聯的勝算 大家都心中有數 比著你晉級 都是打多一場 而最重要是 今年之後沒有阿冠杯 是要改了年度制 由年度制改了球季制 下一年才會再有分組 到下一季的九月 可以這個時間休息一下 到下一季的時候再想 因為到時候 伊巴 又會退休 又會不續約 到時候又要放前鋒 其他球員會是怎樣呢 也都要重新再去想過 有可能真的是 我猜現在費蘭道的活動範圍 我看到他看東方那場阿冠 他的活動範圍都是 左手邊的禁區邊 K角位的活動範圍多的 有可能如果擺結智呢 有什麼事擺他出來呢 都嚇鬼的 那說真的 他的把握力呢 都是算不錯的 即是你計算 如果擔心奴蜜之外 那他把握力都算高的 那多個 多把尖刀 你說他踢不到邊 就踢移後一點 禁區邊緣 禁區位置那些 那些推進 或者都OK的 多一半多 不用打死丹欣龍的一哥 是的 那就是 有人開心有人仇 再之後呢 就講下一位 在香港呢 都叫做 很多年的一個足球同業員 也是跟我們主持人 Jer敏 都很熟的 那這位呢 就是 安尼頓先生 就可能年紀輕的球迷 就不太知道他的來頭 那其實說 就算我當年 2000年開始看球 其實我也不太熟悉他的 我說多一點 才論到章品講 那安尼頓呢 就是巴西人來的 那年少的時候呢 就很架勢的 曾經已經 是不是可以去到聖保羅 就是已經是打正選了 在聖保羅那裡 已經去到巴西的B隊了 就是再打下去呢 會是巴西A隊的 是不是跟卡夫很友善的 卡夫就是巴西的優敵 就是要解釋清楚 因為我們就覺得 卡夫是誰都認識的 你跟那些年輕人講 卡夫未必知道誰的 哈哈 他們知道阿盧而已 現在那些友集的話 卡夫和卡奧斯兩個很厲害 巴西以前 巴西呢 現在都厲害 以前呢 足球王國的 正所謂周街運 都很好球 很厲害的 所有人都很厲害的 就是安尼頓很厲害的 但是為什麼會來了香港呢 就是因為他年少的時候 就發生車禍 那隻腳就嚴重受傷 好像也扣了兩三年 就來了香港 那麼香港就踢過幾個球隊 就是我看他的時候呢 說真的 我印象就不是很深刻的 因為可能是傷患 或者年紀的問題 那麼 跟阿卓文呢 原來就很熟的 安尼頓之後呢 做了教練 也幫阿Keym 現在一直都在港隊 那麼完成了東亞杯比賽之後呢 他就正式回到巴西 就結束在香港的職業生涯了 張文可以說一下 你和安尼頓是怎樣認識的呢 其實我和他認識很有趣的 就是我工作期間認識他 一部電單車 真的一部電單車 他想買電單車 剛剛當時有人讓車給他 我當時就剛剛認識 即是那個機會認識他 即是你買車 不是 他想買電單車 其實安尼頓是很喜歡駕駛電單車的人 其實我不行的 我很怕電單車這件事 但是我也有機會錯過一次 就是因為他 其實 多一點背景 他的背景 可能年紀輕輕 即是你們兩個都年紀輕 我都未必太過了解 他在聖保羅踢了十年 都接近十年 九七年來到香港 就踢當時好意通 結智 流浪 幾隊 踢到 即他是03 我沒有記錯 應該03、04 就退休 因為傷 傷患 現在其實他的傷患 即是傷患都很影響他 其實都很好 即是之前他車 車那件事 接著現在 在香港的嚴重受傷 都會影響到他的 但是 老實說 他對足球這件事 是很大轉變 為什麼這樣說呢 他本身 都跟我說 我記得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大家都是 純粹是聊天 聊天 就說 其實我 我也是一個 波痴 他很明白 他也知道我 是一個波痴 即是我很喜歡 踢球 我很喜歡看球 的時間 他跟我聊 他就問了我一個問題 What's your foundation? 你的根基是什麼? 我那一刻很餓 因為 我是很喜歡在球場 他是第一個人跟我說 你是很喜歡在球場上笑的人 即是 你會很緊張自己的狀態 你會很緊張自己的狀況 但是你在球場上唯一 最令人開心的地方 就是你會笑 但是為什麼 他又買電單車 會看到你在球場上的表現呢? 因為之後 我有機會跟他聊天的時候 因為他在搞LUVA 即是他本身的一間足球學校 每逢星期 每逢一些夜晚 他會教一些小朋友 即是BELUVA12歲的小朋友 在某一個國際學校 開班 教一些小朋友 踢球 我當時就很...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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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不會跟他講 可不可以過來幫忙 因為我也想學一些足球 一些叫做文字上 或一些額外的知識 然後他 他就說 好呀 你過來 你可以來 每逢星期五 我就揹著大袋 我放公六時就彈集 就去他那裡學他們教人踢球 當時教人踢球有哪幾個呢? 迪天奴 巴西的外援 很多你會在那裡看到他 當時香港不是那麼多成人班或者兒童班 不是太多 那班外援因為跟Annil都熟 我叫Annil 所以他們那段時間又會過來幫忙教 幫忙教小朋友分幾班 最開心的是 其實我沒有做些什麼 我只是負責搬一下那些碟 這張還是另一張 這張最後教我們 搬一下那些碟 教一下小朋友 自己又落下場跑一下 當時有哪幾個小朋友 阿Kym那兩個兒子其實在裡面有踢 是否現在還在香港的? 阿Kym那兩個小朋友 應該回去 有機會回去 因為上次好像說他回來是因為要探望他的家人 家庭原因 就是早前不是回來 參觀建設 就是這樣說過 是的 他兩個兒子 之後大家有聽過 張豐的兒子 都是Annil的足球學校教 其實他的足球概念很簡單 Enjoy 大老聰其實上兩星期之前 都開過Live 他都說過 他都是因為 Nil一些說話而茅失頓開 而令到他在 這幾個亞洲杯的表現 或者是在 東亞杯的表現 他是因為這件事而茅失頓開 是的 其實我個人來說 不是純粹因為足球 這張照片 你會看到阿迪天奴 後面還有 我記得有一兩個 都是當時 都還在效力 香港足球的一些外援 是的 你見到Philip 家熙 就是 Philip 家熙 都是 當時都認識他們 跟他們看著 跟他們踢 玩 其實 在他的足球生 我一直都說 為什麼他會是一個 你會看到香港隊好 你很少看到鏡頭前面出現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技術教練 他主要負責 他是一個video 看完之後 給advice 給一些意見 給教練團 去怎樣去選人 怎樣去踢法 這個是他的工作範圍之一 所以其實他很少可以在一個 鏡頭前面 大家看著他 我反而記得 他之後 他每一次說完之後 他見到外援有什麼問題 或者球員有什麼問題 指點完之後 其實反為命到 那些球員 是有所進步 大佬聰說的事情是很對的 他們很多時候是茅塞動開的 很多時候都是 那 到了 其實我認識他那時候 應該是已經開始搞香港隊 是的 經歷過幾個 就是阿Kym 郭Sir 那樣 那 內部事情就不多說 因為免得說太多這些 沒有所謂 他很專心 很專注在他的足球上面 即 他永遠都是那句 Enjoy yourself Enjoy your football 即 他是很希望 每一個能夠和他聊天 每一個和他交心的人 都是Enjoy 他的足球 Enjoy你的生命 即他是一個很虔誠很虔誠的教徒 這一張照片其實是在教會裡面拍的 老實說我也很少學會 我想問一下 他在未有意外之前 是不是信教的 有沒有跟你說 嗯 其實在巴西 一出世就信 每個都是 哦 每個都是 那些 有很多女兒 有很多錢 又想去哪裡玩 買跑車 那些 接著經過意外之後 就重新洗激了心靈 然後又 知道人應該 不要求這些東西 這樣 是不是真的 你有沒有跟你說過這些 嗯 是 是 其實老實說 人出名 就自然 不是 他都很厲害 如果你說去到十年 聖保羅 聖保羅最厲害的時候 對 正選 對 九一九二 九一九二年 即是那時候 講什麼講法呢 萊爾 即是這一班 卡戈士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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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華盜都跟他們很友善 好像說 泰法露那班 即是你會見到那班 開始冒起 或者是一經叫成名的時候 而他可以在 因為卡戈士是打 柔閘的 而他是偏右的中場 來的 所以 其實他兩個夾 為什麼會同房 為什麼會這麼夾 就是因為他兩個 本身的位置 是可以 要再多溝通 然後才可以 所以為什麼他兩個 可以這麼Fan 當然他有一定的技術 羅子如子 就是 你沒有一定的技術 你根本就不能夠 說真的可以 碎到爛 那你跟他踢他 是不是真的很厲害 老實的 他受了傷之後 受了傷之後 其實大家有少 有機會我可以 分享一些連結給你們 其實他在好義通好 或者是在流浪好 其實他的波路 還是超水平 即是在香港來說 但是真是落鱷於雙環 我猜他應該是體能 或者是跑的問題 我猜他應該是 其實後期 因為他也說 他說 都不算太舒服 每一場球 他都不算太舒服 所以 我又覺得 對的 他是很喜歡足球 那他寧願 他真的說真的 他一直想做的事情 就是真的想 教一群小朋友 又或者教一群年青人 去踢球 所以他寧願去退後一步 去培育一群人 反而我覺得 這是他最 令到我去尊敬的地方 他是可以很快地 做一個決定 做一個決定 我要教了 這樣 還有 為何我到最後 你看到有一張照片 是我和他一起聊天 是因為 我最後 我有對球 邀請了他 教了我們一季 是肥佬那隊 肥佬那隊 是肥佬 肥佬1 你說肥佬是甚麼 其實肥佬呢 就是肥佬大作戰 當年 是甚麼節目 是甚麼節目 其實我做了兩次 做了兩次 第一次就是 馬啟仁 Keyman Keyman Soho 那段時間 有本雜誌 邀請了 不是叫他邀請我們去測試 就是有一群肥仔 肥佬 去踢球 有沒有全部多少磅以上 沒有的 沒有的 很厲害 你算中型 就算那時候肥也好 看過照片 我那時候跟你說過200 即是你高的 但你對於他們來說 都不是最厲害的 有些比你更厲害的 我當年過了200 現在是一百七十幾 當年 其實第一次是不關他的事 第一次是純粹是 就是沙田隊 聯合一齊 去做一個雜誌 然後就有個比賽 去做一個公開 類似的事 有一個節目 當時是Yahoo 播放的 但第二次就是 2017年 2017年 就是說 粵霸大作戰 那個就是 Mew TV 那個就是Mew TV 播放的 當時是傑智 黃楊 陳Sir那些教我們 但其實 Anil就是 我是肥一隊的時候 完整個program 在一三年左右 他就跟我去 教我們當中 成立了一對球 然後就 叫滅之聯 然後他會教我們兩季 這樣去教我們 怎樣踢球 其實他教的東西 都是那句 他問了我們問題 你想這班 隊友跟你一起 怎樣去做一個 足球隊 你想是爭勝 還是怎樣 他問了我這條問題 我只回答了他一句 你覺得 又有這條問題 Foundation 他問我什麼叫Foundation 我只問了一句 我最想要是 他們有基本的根基 我想開心 應付一個足球 連一個球都維持不到 當然享受不到足球 你說贏不贏 第二第三件事 但最重要的是 每一個人都希望 開場好到圓場都好 我都希望大家是笑 因為大家年紀不小 所以 是這樣的情況 他現在經歷了香港 我想超過25年 老實說 我知道他想離開 離開香港的時候 個人真的不開心 真的很不開心 很忐忑 究竟 我不只是足球場上 或者是足球場上的教練 身邊的朋友 甚至他是我人生的導師 他是一個在我生命中 比較重要的人 他離開香港 那是不是不開心 即是我個人很不開心 但對於他來說 其實我反而令到我覺得開心 因為他終於可以回到家 因為他每一年都會回家 是的 希望他在花西回家 有些比較好的生活 最後再說一句 這也是回家的故事 林鶴熹 他上季在丙祖踢這個全灣 其實踢了不久一季 因為中間有沙咳過 之前在東南海盃 叫他打一人的時候 跟陳曉君很厲害 原來他現在就加盟了標準流浪 他也都 大家昨天看到他在東南海盃的狀態 覺得他應該可以踢的 還有接下來可能 記者通常都會問他 這些很棒 這些時候 你對於自己入選亞洲盃的看法怎麼樣 我是想為了這個香港隊 而看回職業的 那其實他 他在東南海盃那裏 我稍後再說 就有一點時間 但我最主要想說 就是想說 其實在Basebook上 我已經寫了這個 就是他印尼的故事 在印尼 大家一直都以為他是水土不服 就是看前一段的水土不服 每天吃印尼滷麵 全部人都記得 然後踢得不錯 都記得 但原來他不是因為吃印尼滷麵 吃到回來香港 我要在節目再說一次 他是因為受傷 然後那時候就不知道沒有比賽還是怎麼樣 就回來香港打算 誰知道 原來他的球會 沒有跟他搞工作證 他踢了五場球 三球 他是黑工的 去入球比賽 所以他還被人罰了240元美金 所以他又帶回來就不要搞了 那 那 回香港踢回流浪 十三哥也出來 就再證實了這件事 在我們的Pase上 就說 其實很奇怪的 其他俄門都沒事的 不知為什麼 只有他是這樣的 都挺浪費的 因為 其實他就 我覺得他真的不錯的 有一段時間 速度 技術 拼搏精神 都不錯的 特別東南海輩 看到雖然是打石地 但是拿著那個球 都看到他的狀態 都是不差的 大家都可以說一下 對於林鶴熙的一些 感覺 其實那時候 林鶴熙是踢過南華 踢南華 那時候 我覺得他是 好像沒有什麼心機踢 因為那時候是張廣勇年代 林鶴熙踢南華 是好像沒有什麼心機踢 就是那時候想著我們 即是藍華 我又捧藍華 那時候 一向都是 那時候簽了林鶴熙 就是 咦 前面又說 邵琦 又有學棋 應該很功德下 以學棋的技術 小技巧 左中右 都可以踢得到 但是去到南華的時候 他感覺上 那個體力 很應付不到一場九十分鐘比賽 我經常看到就是 還有他好像不知道怎樣踢 怎樣夾其他隊友 那我覺得這件事是挺奇怪的 就是我覺得他好像踢得挺不開心 然後慢慢就踢後備 那接著就沒有啦 藍華 那接著又過回流浪踢 反而流浪他又OK的 在流浪就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回回自己熟悉的環境 他又會有些心機 開心些 那他又會踢得好些 他好像出身去踢都不行的 印尼我沒有看 他去東方他都不行 但是他去回流浪就行的 就是這麼奇怪 他跟崔月郭一左一右 有時候真的挺好看的 就是那些球 是啊 真的挺曬的 那時候在南華一起 連速度都沒有 你看到他推著那個球 經常都過不了人 這個球員很奇怪 這個球員 就是去到南華 就 就 雙是比較多的 在南華的年代 嗯 那又夾不到其他球員 是可惜 是浪費了的 嗯 但是你看到 前排東南華盃 他真的 哎 雖然是業餘而已 對面的職業 對面的職業 對面那些 但是 但是你始終 始終他都 整年踢 踢 越丙祖 是不是 踢丙祖 大哥 那雖然他在丙祖 都是神射手 那是超班的 但是 踢到東南華 最緊要是保持到那個身形 最怕就是保持不到那個身形 那還保持到 那如果 去回流浪的 那 流浪應該會重用他的 現在就一定 挺好啊 其實如果他流浪 他 他又有回家委 那些在那裡跟他配合一下 我覺得其實真的不錯 始終你流浪 你不需要長足球都好球 對不對 你有需要 智三後三 是的 有些球員就是 不需要 就是 去到大球會的壓力 是未必能夠滿足 就是 未必可以應付到的 就是反而去回一些 中小型 可以自由度大一些 發揮的所長 或者會更好 這個 不只是香港 外國很多球团 都會這樣 都說的 譬如有些 侯活 那些 在曼聯 踢得一般般 但是 除了 就在俄華敦 這方面 都是球員的細節 都會有些些 特色 沒有的 你去到流浪 你猜 那些 也沒有指示 都會 你幫自己去吧 不這樣 都不會太過 譁定你要做什麼 做什麼 不做什麼 今集時間就差不多了 那我們 下集再跟大家見面 好 拜拜 拜拜